今天要講的是Wordpress的外掛 如果檔案太大的時候沒辦法直接上傳安裝應該怎麼辦 我這邊要舉例的就是說 如果你的檔案太大一般我們都會在 譬如說在這邊外掛 這Wordpress的外掛 然後這邊有個安裝外掛的地方 這邊有個安裝外掛 然後這邊有個上傳 一般我們就在這邊選擇ZIP檔案上傳 可是這個上傳檔案如果有20幾MB的話太大怎麼辦 沒辦法上傳 那我們就會使用 我現在正在上傳 在這邊 等一下大家記得這個畫面 我現在正在上傳 那我的上傳方式呢 就是直接到檔案管理員的地方去做上傳 我這邊要舉的例子就是 等一下我們先看到上傳完畢 好這邊已經complete已經上傳完畢了吧 好我這邊要舉的例子就是說 今天我們如果是使用這個方式上傳的時候 你並不知道你可以上傳的檔案到底有多大 那你要怎麼看呢 要去這個媒體的地方 然後媒體的地方這邊有個新增檔案 按一下這個新增檔案 好就在這裡 他有說檔案大小的上傳限制是10MB 10MB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這個上傳一定會失敗 因為剛剛看到這個檔案已經20幾MB了嘛 對不對 好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因為我這個Wordpress是架設在外面 外面的虛擬主機 外面這個Bluehost的虛擬主機 那它是用cPanel的介面 所以不管你是在哪一家申請的虛擬主機 只要是國外的話 是用cPanel的介面都長得一樣 那它底下有一個file management 就是檔案管理員 這邊有一個file manager 你就按這個file manager 然後點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這個圖 好那 那Wordpress它的檔案架構 你一進來的時候 你就點這一個三個w 好三個w點開之後 這個是網站跟末路嘛 那你找一下這個Wordpress 它這邊有個wp-content 然後content底下呢 有個block-in 好 content底下有個block-in 那在這個block-in的地方啊 你就要上傳你的外掛軟體 你的外掛軟體 要怎麼上傳呢 你一旦進入到這個資料夾之後 它會顯示出這個資料夾裡面的所有 這是我之前安裝過的外掛的程式 都在這邊 其實每一個外掛程式 它就是一個資料夾 那 我講解一下這個原理 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使用這個 外掛上傳的時候啊 安裝外掛的時候啊 我們在安裝外掛這個上傳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 要上傳這個zip檔案嘛 我在這邊有講 安裝外掛的zip格子檔案 那你直接選取那個zip格子檔案啊 就可以上傳上去 然後它會自動幫你解壓縮 因為zip是壓縮檔嘛 其實系統它會幫你解壓縮 然後幫你安裝完畢 但是因為那個檔案已經超過了 24Mbps已經超過了我們 剛剛看到的10Mbps的限制 所以我們要 用另外一個方法去 就是先用檔案管理員 這個是web介面的檔案管理員 然後我剛剛在上傳這邊 我們已經上傳完畢了 這個上傳 怎麼上傳呢 就是 在你進到這個plugin的資料夾裡面之後 你按這個upload upload的資料夾 點下去之後就會出現這個視窗 然後你再選擇檔案 點一下選擇檔案 然後選擇你要上傳那個檔案 我剛剛是上傳這個plugin 這個22Mbps 將近23Mbps 然後按下去之後呢 打開之後 它就會秀出 剛剛你看到的這個 正在上傳的檔案 這個是放在 放在我的 本機裡面的資料夾 然後上傳到 遠端的伺服器上面去 然後這樣就上傳完畢了 我們再回到這個地方看 你就會看到這個檔案 optimizedplugin.zip這個檔案 然後呢 我們這個檔案是壓縮檔嘛 你看其他都是資料夾 不是壓縮檔喔 因為我們照正常安裝程序的話 直接上傳 它會自動幫你解壓縮 然後再幫你把這個zip檔案給刪掉 那 因為檔案太大 所以這個步驟都要我們自己來做 所以呢我上傳完畢之後呢 我點這個檔案 然後按解壓縮 這個解壓縮 Extract解壓縮 然後直接按解壓縮 檔案 點下去就好了 這個很好玩喔 它在雲端就自動幫你解壓縮 不是在你的本機解壓縮喔 它事實上是在伺服器上面去幫你解壓縮的 好然後解壓縮完畢呢 你就會看到 這是一個解壓縮的結果 如果是20幾Mb的話 要看你的速度 不是看你的速度 看那個主機商的速度 跟你個人電腦沒有關係喔 我剛剛20幾Mb解壓縮解了快5分鐘左右 我覺得有點久耶 好然後按close就好了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看到 你的這一個optimize pressplugin.zip檔案 已經被解壓縮成一個資料夾 可是你目前在這邊沒看到 所以reload一下 重新整理按這邊 重新整理按這邊之後 你就看到了在這裡 就是這個資料夾 已經出現了 好然後我們把它點進去看一下 ok沒有錯 它裡面檔案都已經解壓縮 都進來了 up one label 就是上一層 點上一層 然後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檔案給刪掉了 你可以按右鍵Delete就好了 好很好玩喔 在瀏覽器按右鍵就可以了 Delete就好了 Delete files 你看其他的 其他的 我都不是這樣安裝的喔 其他的安裝方式 我都是照傳統的方法 直接在這邊 安裝外掛 然後上傳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剛剛的 這幾個動作都做完了 就是解壓縮 上傳完畢 然後解壓縮 然後再刪掉那個壓縮檔案 這樣就做完了 那我們現在在 已經 我們現在已經做完了這個全自動的工作 我們是用手動的方法做的 然後我們現在再回到 這個 Opress的後台 然後重新整理一下 好 找到這個外掛之後呢 就是這個 Optimize Place 我們就按一下啟用 然後啟用這個外掛 然後它上面有一個 警告 它說 它就說這個外掛 它必須要一個API的key 因為有些外掛在 購買的時候 它是必須要輸入一個key 因為它要去驗證你這個 購買的那個license 那因為我購買的這個license 它可以安裝在三個網站上面 所以它給了我三個key 然後我在這邊 在這裡也出現了 點一下 這邊要填入我的API的key 那API的key呢 我要去找一下我的API的key在哪裡 把它填上去 它再按下Save Settings 好 啟用完畢了 把key輸入 把key輸入進去之後 功能就跑出來了 功能頁就跑出來了 然後這時候就 再開始去設定這個外掛程式的所有設定值 這個就是檔案過大的外掛軟體 沒辦法直接按正常程序安裝的時候 可以使用的安裝方式 放在這裡 然後進去